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我是凯西 最近,肖战的话剧《如梦之梦》在青岛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不过这一场,有人惊喜发现,台下莲花池的座位里居然看到了几位老熟人 那就是陈情令剧组的导演和演员 当天就有网友发微博称,在莲花池见到了陈嘉玲导演和汪卓成 还晒出了照片,照片看上去是在开场前拍摄的,场面比较乱 但画面中央清晰可见,两位戴着鸭舌帽和黑色口罩的人一前一后走来 前面的一位身穿淡色衣衫,身材略有发福 后面一位身着黄色服饰,看上去年轻很多 虽然都包裹严实,但很像是网友所说的陈导和汪卓成 另有网友爆料,出现在现场的不止这两位,还有孟子义 并依次把三人在莲花池的位置给圈了出来 这样的组合阵容让网友们瞬间想到了前不久的横店约饭 没想到在如梦,青岛站的第三场演出中 发现了这三位的身影,出现在剧场的莲花池位置 如果不是看到现场拍摄的照片 光从多次传载的高湖图片中,很难相信图中的三位说的就是他们 一来,三人确实全副武装,非常的低调 二来,莲花池是全场最佳观看位 沉浸式的观看,不管是演员还是观看者,基本都是保持安静的 在莲花池中看到他们三位,看到的人第一反应就是 他们的莲花池票是哪里来的,怎么抢到的 能给出这反应也实属正常,尤其是那些拔刀剑抢票的粉丝 众所周知,这票有多难抢 第一站每秒13万,第二站每秒32万,直接呈倍数增长 单凭他们三个和庞大的粉丝群抢,那估计拍到明年都未必能看上 再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肖战 非常有趣的一面,每场结束都会有粉丝Fari Poe顺便上传的羡慕视频 那镜头是随着肖战的移动而移动 就像是追逐太阳的向日葵一样,整整齐齐 所以开篇才会说,剧情连上了 聚餐吃饭就是给这三位亲自送如梦莲花池的票 不过,第二场演出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的 工作室再次发声呼吁粉丝,不应援 后面被网友扒出,去青岛的是汪卓成 且行程上都满足,CP粉又开始骂汪卓成 根据汪卓成的行程,最近在拍的戏 错架世子飞也顺利杀青 刚好赶上这第二站第三场的演出 先不论这照片到底是谁拍的 对于公众人物营业发照片是在正常不过的营业方式 不管怎么去猜测,应该都不会朝前同事那边去想 肖战随行的工作人员,除了经纪人张晶以外 还有助理、司机等人 不至于拍个照还需要折腾这么费劲 不过也正是肖战这一小小的举动 再次证明了两人的关系 根本不像CP粉嘴中传的那样 关于热中科CP的人 这主角的线下真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在说唱歌手江云生那里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并且可以说能解答所有科CP的人要的答案 不要强行认为我们很好,就很恶心 以前关系行,后来就崩了,就是崩了 这四个字就是崩了,太有代入感了 也是因为在莲花池看到他们三个 让不少网友立马想到云梦双结,在莲花池重聚了 就在5月上旬,有狗仔接连两次拍到 肖战在横店和朋友聚餐的身影 立马掀起了讨论 从传恋情的,传破冰的,传综艺邀约的 那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啥都不缺 前者是杨子,后者是和三年前现象级作品陈情令的导演 帅哥汪卓成和美女孟子义两人 本以为这就是个简单的干饭 让外界看到肖战恢复了正常的社交 陈情令已经过去了几年 几位主创私下还能一起约饭 想来关系也确实不错 网友推测,这莲花池的票可能就是肖战那时赠送的 肖战的《如梦之梦》每场演出都几乎是一票难求 武汉站每秒13万人在线抢票 青岛站每秒最高32万点击量 抢票难度有增无减 所以网友也暗自羡慕这几位能够和肖战做朋友 顺利拿到增票,几位主创对此却只字没提 网络上有人爆汪卓成的行程也是在青岛 倒是对上了 而孟子义则发了和经纪人的对话截图 表示一大早就因为在节目中的表现被经纪人骂 对看话剧也是守口如瓶 看来也并非嘴比脑子快 不过现在来看,倒是明白了为什么经纪人没能当面骂 可能是孟姐早已经抛下经纪人到青岛赴私人行程了 肖战此前更新了深夜在海边玩泡泡的照片 看样子是在《如梦之梦》演出结束后 深夜去了海边,然后和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照片中,她身穿白色防晒服,脸上满是笑容,心情大好 《如梦之梦》演出时间长达8个小时 在紧张繁忙的排练演出日程后,还能到海边玩耍 可见肖战已经很适应这样的节奏 而且把话剧演出当成了是享受 到了青岛场,话剧演出应该也是驾轻就熟 非常娴熟了,对自己的演出自信 才能邀请圈内好友来观看 其实《如梦之梦》的每次演出也都有业内前来观看 而在演出结束后,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和肖战有对手戏的前辈许晴,更是不吝赞美 对肖战的踏实用功给出了很高的褒奖 还说,肖战第一场演出就演到了第五、第六年的程度 这一意味着肖战顺利通过了演技上的审阅 《如梦之梦》接下来还会在七个城市继续进行试演 届时会不会有更多的熟悉面孔做到观众席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月30日,一组肖战夜晚在海边玩泡泡的新途曝光 画面中,肖战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拖地长裤 在月光下的海滨挥舞巨型泡泡,灿笑天真无邪 肖战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晒出了几张自己在海边玩泡泡的照片 并配文道,此刻入梦 照片中的肖战身处夜晚的海边,一轮佼小明月照得海面波光淋淋 肖战一身休闲装,踩在柔软的沙滩 用手中的泡泡器吹出了七彩泡泡 不得不说,肖战海边玩泡泡的画面真的很治愈 大男孩惬意识趣,仅仅是看到他温柔又治愈的笑容 就让人觉得仿佛是沐浴了阳光一样,心情都变得明朗 据悉,这组照片是肖战在结束青岛如梦之梦话剧演出后 来到了青岛的海边所拍摄的,希望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开心 而看到自家偶像如此明朗的笑容 粉丝们也是爱到不行,纷纷评论 谁的内心还不是住了个小朋友的 可可爱,没有脑袋 提前祝我们家肖三岁,儿童节快乐 和你相关的一切都太美好,就像你一样 如今,由于工作十分忙碌 再加上肖战本人也努力进取 所以,现在很少看到肖战又如此放松的时候了 这一次的青岛之行,风景十分美好 加上肖战在话剧表演上也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每一场演出中,他都以最好的状态回馈给了观众 或许,这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了 照片中的肖战手里拿着泡泡器,弯得非常开心 他甜甜的笑容如孩子般的纯真 看来真的是将最真实的自己释放出来 相信不管是谁,看着这样笑容满面的肖战 无论有怎样的压力,仿佛一切烦恼都已远去 就像是网友们在评论中所说的一样 大海,泡泡,少年,这就是整个世界最美好的画面 网友见此,提前祝福肖战六一儿童节快乐 小编在此也预祝各位小伙伴们 儿童节快乐,天天都有好聚看